上一堂课咱们进行的这个项目的整体介绍 这一堂课咱们先来看一看需求功能分析 然后是需求的界面分析 然后是UI的详细设计 然后我建一个PPT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功能分析 这个咱们不需要 然后咱们刚开始拿到的一个APP 点击进去是一个什么 肯定是什么模拟的一个手机界面 对吧 模拟的一个手机界面 然后咱们在这里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三个按钮 三个按钮 第一个是什么呢 设置密码 然后咱们能让它一致 验证密码 对吧 然后是修改密码 根视图控制器上面就是这样的这样子的界面 然后是当我们点击到这三个任意一个按钮会 跳转到下一个界面 那么跳转到下一个界面 咱们在这里 也先绘制一个 在这个界面上 想想想我每一次点击不同的按钮它传过来的这个标题是不是应该是不一样的 对吧 每一次传入的这个title是不一样的 那么 在这里 每次的这个标题是不一样的 标题是不一样的 那么还有 比如说我设置密码 我进来之后 这里提示是设置密码 然后下面应该有一个提示 请输入密码 好 比如说我在下面绘制了 绘制了之后 它应该提示再次绘制 对不对 如果绘制的一样 这里应该显示什么 设置成功 如果绘制的不一样 则提示两次密码不一致 则重新输入 那么在这里 我是不是还需要一个什么 绘制后的反馈 对不对 绘制后的反馈 每一次绘制后的反馈 这也是不一样的 然后在最下面的话 才是什么 咱们的触摸 这个手设置手势 手设置手势 现在有什么呢 九宫格 咱们有九宫格 来操作的 还有在下面 我还需要一个按钮 因为比如说 我点设置密码记得的 我不想设置密码的 我要返回到上一个界面 在这里我是返回不去 不回去的 我再需要一个按钮 验证密码也一样 我如果老是说不对 我总是说不对 那我不可能 不能到上一个界面 对不对 所以我在这里 需要一个什么 按钮 需要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的作用是什么呢 返回到上一个界面去 那么这里设置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里设置的一个问题就是 当我每一次出谋完成之后 判断我的两次绘制的路径是否一致 就要用到NSUW reports 然后这里的反馈 反馈是加在什么 UI5U control的上面的 然后这个呢 是一个UI5U 那么我们就要用到什么 代理 这个师图有一个代理 让他每一次操作完成之后 传回什么 UI5U control的上面去 好 这一块和这一块 就是咱们整个项目的需求功能分析 和需求的界面分析 咱们来看一看 详细的代码UI设计 是怎么去设计的 好 快速新建一个工程 咱们叫什么了 解锁 Swift的实验 然后Next 就放在桌面上 好 然后咱们先 用这个Subboard 已经绘制图片 咱们这里不需要是什么 先不要自动布局 然后选择这个尺寸 对不对 选择这个尺寸 咱们选中这个UI5U control的 咱们用什么呢 默认的用了6 6的话对应的是4.7英寸 对吧 然后在这个界面上 是三个按钮 三个按钮 是设置密码 咱们把这个字体调大一点 当你移到中间的时候会一条线出现 对不对 松手 为了保证一致性 就是大小一致 咱们 基本上美观 咱们复制一下 验证密码 然后是 修改密码 咱们可以让三个按钮 响应 一个方法 那么就要去设置什么 咱们用Tag值 方便一点 也可以用什么Title for State 对不对 好 就先用这种 然后是给它三个按钮 关联方法 这个方法是内存严重警告的涉及 咱们一般可以就是忽略 知道它是什么 一个方法 这不是任意类型 知道它是YoutButton 咱们选择YoutButton 咱们随便写一个名字 对吧 然后这是提示一下 按钮 响应 的方法 咱们让三个按钮响应的是什么 同一个方法 往这个上面连就可以了 然后是什么 然后是我这个按钮点击之后 要调整到下一个视图控制器 那么咱们还需要新建一个什么 视图控制器 咱们叫这个 捉5U控制器 这个5U控制器 咱们为了保证界面一致 也是需要把它调成什么 iPhone6 也需要全上iPhone6 然后自动布局 咱们先 Auto6先去掉 好 现在是需要导入咱们的这个资源 在桌面上 这个扩配一定要勾选上 好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资源 资源里面是几张图片 然后看一看这个是咱们的是用按钮去写的 按钮默认是什么白色的 当它选中的时候什么变成这个蓝色 那么咱们这个界面上默认不仅是白色 按钮也是白色 这样的话可能就容易混淆 咱们可以把背景颜色改变掉 也可以干什么的 给张图片 因为我这里设置的有一张图片 咱们选择它的设置 这样的话即便它是白色 我是不是也能看得见的 对吧 然后在这个每个界面上 它的有一个反馈 反馈的话 咱们用一个什么 可以用一个ULA Sable 高一般是44 高一般44 然后让它什么 居中 自己可以让它调大一点 对吧 设置密码还是什么 然后下面咱们还是还有一个反馈 这个反馈指的是什么呢 我每次绘制完成的之后的反馈 是不是通过协议 然后传过来这个密码 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咱们都是让它居中显示 这个可以让它小一点 给个21就够了 字体咱们让它什么 默认让它用这个 橘黄色 这个呢 这个 黑色肯定不行 咱们就是用一个什么 随便改个别的颜色 好 这里咱们为了见面美观 咱们还可以再给它来一个小图片 是选择这个secret 是吧 可以让它让它两位置交换一下也行啊 让它两位置交换一下 然后在这里进行反馈 这个布局 怎么好看 咱们怎么怎么自己布局都行啊 然后咱们的触摸发生在什么 约5U上面的 触摸发生在约5U上面 那么需要一个约5U 这个约5U 咱们得给它设置成什么 肯定要得设置成透明色 对不对 设成透明 不然的话 咱们白色的默认按钮是看不见的 然后这里需要一个忘记密码 对不对 忘记密码 咱们可以给它设置成什么 红色字体调大一点 好 咱们界面布置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是在这里 咱们可以给它加一个什么 咱们可以给它加一个title 进行显示 比如说叫什么 解锁 对吧 比如说叫解锁 你看居中显示 自己可以调大一点 也不能太大 好 这是咱们的整个UI设计 咱们可以先就是让这边 可以看一下 这边默认的有一个就是背景的一个 UiImageView图片 那么咱们想想需要关联它的什么东西 Nable我是不是需要做一个全局的属性 然后是这个Nable也需要一个全局的属性 然后是忘记密码 我也需要一个什么全局的方法 好 然后是我触摸发生在这个UI5U上面的 那么我在哪里去写呢 就是咱们的什么 一个完整的触摸事件 Tutters Begin Tutters Move和Tutters End 对不对 它是一个UI5U扣除了 咱们不能再往写在这个里面去 所以说咱们还需要新建一个什么 UI5U 触摸发生在UI5U上面的 对不对 咱们叫什么呢 Draw5U 对吧 随便起个名字都行 Draw5U 在这里是不是有一个DrawRack的方法 对不对 咱们等会肯定要用到它 是不是 可以直接确实把它开启 因为等会肯定会用到它 可以开启它 然后这里我说一下 当我们进行什么 在这里用纯代码或者XAB 加载这两种方式 在这个里面重组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重组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这里提一下 如果是用纯代码的话 它重组的方法叫做 init with 什么frame 如果是纯代码是init with frame 强调一下 咱们在这里可以用stirboard直接关联 怎么关联呢 这里我是不是可以设置什么 Draw5U 对吧 这叫做什么stirboard或者XAB的关联 那么针对这种关联的话 它总重组的应该叫做init with coder 好 这段课就到这里 主要这段课说的是 这个项目的需求功能分析 需求界面分析 然后是UI详细设计 下一段课咱们就要用核心代码 去详细的进行设置 好 谢谢大家 这段课咱们就要用核心代码 这段课咱们就要用核心代码